蛇贩子正在洞里捕蛇 他用手臂做诱饵 顺利抓住一条 就在让队友拉他出洞穴时 队友老六竟然和他玩了起来 下一秒 一只超大巨蟒朝着蛇贩子冲来 等到队友意识到这并不是玩笑时 蛇贩子已经被拖了进去 老六也被蛇铲住 危险近在眼前 他们连忙斩断毒蛇 狼狈逃走 可巨蟒哪里会轻易放过他们 他跟着剩下的蛇贩子来到海上 出现在船头 一口吞下老六 领头的大哥拼命求饶 最终也没逃脱巨蟒之口 这一惨状 被一旁的摄影机记录下来 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做蛇王岛的地方 这里即将被地产大亨老韩 开发为全亚洲最大的旅游生态岛 而男主陈征 作为沧海蛇王的后代 想要与动物保护协会一起 阻止开发商对小岛的破坏 并申请蛇王岛为重点保护区 他向专家们展示了最近遇害的蛇贩照片 从对方被撕咬的伤口大小 可以推断出 泰坦巨蟒拥有这样的体型 所以他将其作为理论支撑 希望政府能够赶快同意动协的体验 可一旁的女生却发出了疑问 毕竟泰坦巨蟒早在5800万年前就灭绝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荒岛上 为了说服众人 陈征放出了蛇贩生前拍摄的视频 镜头中可怕的巨蟒 让大家十分震惊 于是动协立刻决定 派调研员小周与陈征一起 去到蛇王岛上搜集巨蟒活动的痕迹 会议结束后 小周就用塑料冬八语打起了神秘电话 另一边 地产大亨老韩为了项目能顺利进行 与蛇贩头子金老四合作 希望对方能在陈征登岛前 将岛上所有蛇都清理干净 为此他送上一整盒金条 金老四也答应 不会让保护区的申请这么容易 就这样 陈征和小周 还有朋友马粪 登上了蛇王岛 他们发现了金老四派出的人手 没想到对方已经比他们先到 在岛上建起了营地 开始了捕蛇计划 这个流氓正想要对女孩动手 身后传来的动静 让他停下手中的动作 只见一条头像卡车那么大的巨猛 瞬间将他凋倒 惨叫声在树林里飘荡 一旁的木屋里 陈征与马粪 背对头金老四的手下吹了麻醉针 密密麻麻的毒蛇正在不停接近他们 紧要关头 刚刚昏迷过去的小周 即使赶到木屋 他拔掉陈征身上的麻醉针 给被咬伤的马粪注射了血清 三人这才脱了险 陈征他们才刚刚登岛 就与金老四发生了争执 于是金老四的手下 趁着夜晚放出毒蛇想要害死他们 那个被巨猛叼走的 正是金老四请来的帮手 捕蛇三人帮中的弟弟老三 经过前晚的危险 第二天 陈征与小周就找到了蛇退 这可以证明蛇王倒服和保护地申请条件 可小周明显不满足于此 他还想找到更多蛇的踪迹 三人转头 就看见了金老四的手下阿勇 他中了蛇毒奄奄一息 麻烦劝陈征别管这个想害死自己的家伙 可奈何对方是圣母 为其注射了血清 而小周在阿勇身上摸到了一些粘液 他兴奋地告诉陈征 这是蟒蛇的卵液 他即将产卵 之后 陈征他们便把阿勇送回了金老四的营地 对方从阿勇口中得知了巨蟒的存在 就想要用金条收买陈征 劝他们离岛 可是王后代才不是这么容易被迷惑的 一番争吵后 金老四看在对方救过自己手下的份上 让他们离开了 在车上 小周提出要带走蟒蛇的蛇卵 保护起来 这样才不会被蛇犯抓走 最终变成蛇药 可陈征却不同意 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和蛇犯子没什么区别 两个人吵了起来 小周认为陈征这样 就是为了让泰坦巨蟒被公之于众 好实现自己爷爷的心愿 夺回沧海蛇王的名声 可陈征却沉默不语 不一会儿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曝光泰坦巨蟒 就是想让蛇犯子不再猖狂 逍遥法外 并且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这样政府才会采取正确措施 这时马粪突然交给陈征一张照片 那是木屋里爷爷留下的遗物 上面写着 有些东西 保密才是保护 话音刚落 泰坦巨蟒就出现在了三人眼前 他们开车朝着巨蟒追了过去 这个贪心的女人 正要把巨蟒的蛋偷走 可当她想要攀上洞口时 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抓住了她的脚腕 迫不得已 女人倒下了早上收集的毒液 男人因此倒地哀嚎 她愤怒朝上方置去石子 不料却打碎了蛇蛋 不远处 巨蟒缓缓缓爬行过来 她一口咬住男人 报了沙子之仇 女人趁机从洞穴中逃出 搭上了同伴的车 可巨蟒却穷追不舍 同伴怀疑是不是女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于是让朋友检查她的背包 果然看见了偷来的蛇蛋 她要求对方还回去 女人却用刀威胁 势必要带走蛇蛋 好不容易摆脱了巨蟒 女人小周警告陈征他们不要追上来 便带着蛇蛋准备返回 却被死对头金老四包围主 原来二人曾经是ISM的同事 小周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调查员 金老四为了报复开除自己的前公司 把蛇蛋抢了过来 并将陈征和马粪关在了货车里 想要用他们引来巨蟒 朝二人泼上猪血后 就躲在帐篷里等着看好戏 果然 巨蟒寻着味道找了过来 她在营地里穿梭 陈征靠着当兵练下的身体素质 解开了绳索 可二人还没来得及逃脱 巨蟒就冲进了车里 眼看队友陷入危机 小周悄悄逃了出去 她的行动还是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混战开始 紧急关头 小周打开了货车车底 解救了车里的伙伴 巨蟒不论来者 一口一个 双方都战况惨烈 最终 金老四追着小周来到了渔船上 陈征和马粪锦随其后 一同跟来的 还有想要追回孩子的巨蟒 金老四最先被巨蟒吞噬 而陈征因为交出蛇带 获得了对方的原谅 与队友们保下小命 经过此节 她理解了爷爷为什么说 有些东西 保密才是保护 三人决定将巨蟒的秘密 深埋在心 并成功使蛇王岛 变为了重点保护区 尊重生命 保护自然 点赞收藏加关注 老马与你评论区见